深毒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蓝灵 主任医师 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经六月大男婴患急性胃肠炎母天身亡 急性胃肠炎到底是咋回事 为啥还会死人 急性胃肠炎该如何预防怎么治 你这问题小本本可以收了 有深毒君在 问题一扫光 拉上窗帘再关灯 Action 深毒视频大片 急性胃肠炎专题开始了 别亲深毒君了 快看动画吧 老规矩 数据走一波 据报道 2012年我国平均每六人就有一人发生过急性胃肠炎 不是一般的高发呀 这祸还特别喜欢欺负小孩 有数据显示 五岁以下儿童平均每年发生三次急性胃肠炎 下秋两季是急性胃肠炎高发季 各位亲更要注意哦 啥是急性胃肠炎呢 书上说 急性胃肠炎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胃肠粘膜的急性炎症 根据病因的不同 急性胃肠炎可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两种 其中以感染性急性胃肠炎最为多见 本专题中所提及的急性胃肠炎就特指感染性急性胃肠炎 定义没看懂 上症状 哎哟肚子痛死了 是有人在猛锤吗 腹痛是急性胃肠炎常见症状 以中上腹痛多见 可表现为持续性顿痛或振发性脚痛 也有些患者仅有上腹不适感 突然胸口一闷 猴头一酸 立马跑到洗手间抱着马桶狂痛不止啊 恶心 呕吐是急性胃肠炎常见症状之一 呕吐物为食物残渣 黄绿色的胆汁或咖啡渣样物 部分患者在呕吐后 腹痛症状可稍缓解 拉了十几遍 刚提好裤子 肚子又开始响了 腹泻也是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症状 轻者每天数次 重者每天数十次 多为水样变或息变 有时可见粘液和浓血 高烧三十九度 浑身没劲 这是要死了吗 急性胃肠炎 还可伴有发热 头痛 乏力等全身症状 神毒君 你是认真的吗 就这些症状 我能死人 得了急性胃肠炎 科学治疗 通常一周左右就会慢慢痊愈 但如果你感染的病毒或细菌比较凶残 自身免疫力又不给力 那就贪上大事了 患者可能会出现频繁呕吐 腹泻 导致身体严重脱水 或者引起电解质紊乱等情况 最糟糕时 会危及生命 敲黑板 如果出现剧烈腹痛 频繁呕吐或腹泻 大便带浓血 高热等症状时 提示定情严重 要尽快就医 小孩和老人得了急性胃肠炎 由于免疫力较弱 病情往往呈现进展快 症状重等特征 更要及时就医 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神毒君 好好的怎么就得急性胃肠炎了呢 到底胃肠里发生了啥 为啥会上醋下线 爱吃 爱胃肠 爱生活的亲 下集早点来 神毒君带你去胃肠里走一圈 看看急性胃肠炎究竟咋肥四 等你哟 么么哒